哈囉 大家好 我是Kira 哈囉 我是寶寶 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新家的開箱 沒錯 這一集是家電篇 對 我們新家開箱一樣就是有分三部 有家具篇 還有家電篇 跟裝潢篇 首先我先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家呢 坪數沒有很大 就是算是一個小公寓 所以呢 我們在選家電上 就是 不會選擇太大的家電 因為龍蠟蠟蠟 對 那這次我們家電呢 都是使用腹集地的 那比如說像冰箱啊 洗衣機啊 空氣清淨機 然後還有燒烤微波爐 那我們主要選腹集地的話 其實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它的外型都還蠻有質感的 對 都是寶寶喜歡的 再來就是剛剛我們說的 就是空間上面的考量 因為就是我們空間就走這麼大 所以也不能買太大的家電 對啊 像我們也有看到那種 雙門的冰箱啊 很漂亮啊 冰箱要很大 放不下好嗎 等一下帶大家去廚房 看大家就知道說 為什麼就是空間就這麼大 第三個原因呢 就是它的 平價還不錯 就以上三個原因 然後我們就選擇了 腹集地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帶大家去看一下 我們冰箱的位置 好的 這一台呢 就是我們的冰箱 那大家有看到說 這個空間 就這麼小一個而已 如果你冰箱太過來的話 這個門是完全打不開的 然後我們就是挑的就是白色的 它很美耶 超有質感的 哇 我超愛的 對 每次開冰箱的時候看到說 白色的超美的 就覺得很開心 其實很多品牌都有白色的啦 嗯 但是呢 主要是它呢 它的大小 大小剛剛好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空間 你看 只留了這一點點的縫隙 就移到這邊而已 然後我們移到左邊一點 就可以開這麼大 對 這樣比較好拿東西 然後它這台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上面呢 就是冷藏 然後下面是冷凍 開給大家看呢 好多 喔 這邊就可以冰一些東西 目前全部都是飲料居多 對 沒有冰其他東西 對 等到就是住一陣子之後 開始煮了 因為我們才剛搬進來而已 其實我覺得它的那個 置物的空間還滿多格的 這邊就有三層 還有抽屜 抽屜可以放一些蔬果啊 其實我覺得它還滿高的耶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考慮說它180公分 然後剛好跟你的身高差不多 而且這個高度是我可以拿得到的 嗯 隨便拿不到 接下來呢 下面就是冷凍的 冷凍的地方啊 就是它有分三層 然後目前呢 我們還沒有冰東西 有 有 有 第二層 第二層 這是你的冰吧 對不對 嘿嘿 是你的冰 我覺得三層就應該夠我們冰了 我跟你講它冷凍貴很大很好 因為我很愛吃冰淇淋 到時候可能裡面全部都是冰對不對 我要把它塞滿我的冰淇淋 我覺得他們這個設計呢 很符合我們家 對 因為我們平常就是這個高度的話 直接開這邊會比較方便 好的 接下來呢 大家到我們的陽台呢 再介紹的時候是洗衣機 對 就是我們這台洗衣機 這台也是白色又超有質感的 那我們的陽台呢 看似很大 但是我們上面是有曬衣感的 它有兩隻 因為如果你降下來的話 洗衣機太高的話會頂到 所以我們就也是選就是適合我們家的 然後我們也只有三個人 而且你們看到喔 現在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這邊放這些 洗衣機放這裡 欸 沒位置了 因為我們的門是這樣開的 對 然後我們這一台啊 它是洗脫空 那我覺得它有一個最厲害的就是 它可以連接Wi-Fi 比如說我們可能在剪片之類的 那我可以把 就我要洗的模式設定好 我直接用手機就可以操控 你要操控給大家看 對 喔 我剛剛洗衣完成了 所以我直接設定好之後啊 它現在這個模式就是溫水快洗啊 然後常溫啊 然後我比如說衣服 我就先把它丟進去對不對 嗯 然後我就給它啟動 然後就開始了 喔 所以只要丟進去就好了 對 超方便的 然後重點是 比如說我們在剪片之類的 那我就可以看說 欸 倒數幾分鐘 衣服就好了 對 或者是它完成 就像我剛剛洗衣服 它完成之後 它就通知我說 你的衣服洗完的 那我就可以出來曬衣服 好方便喔 超方便 因為衣服呢 是老婆 她在洗 所以我就發現說 欸 為什麼她都知道衣服完成了 原來是因為你有 她有通知我 然後像它這邊就是 是都英文的對不對 它其實中文這邊你可以對照 喔 中文在這裡 對啊 那像比如說 洗衣服的衣服的話 也可以用選它適合的模式下去洗 都幫你設定好了 它有一個更貼心的功能就是 它有耳通鎖 是 就是我們也不怕 水愛寶如果亂跑啊 去觸碰到 這個我覺得這一點還蠻貼心的 水愛寶現在這個階段啊 很會亂摸亂爬 沒錯 很皮 如果有個萬一的話 就是它這個功能還蠻貼心 然後接下來呢 就讓大家看它裡面的材質 裡面的內桶是不鏽鋼設計的 然後洗衣精的部分啊 就是用旁邊的小盒子 我們之前有實際用過它的洗脫紅 它洗完並不會衣服皺皺的 洗完就有點像我們這樣子 曬的那個還蠻順的 那剛剛以上呢 我們介紹洗衣精的 它也是腹集底的 接下來呢 這台就是空沁清淨機 那因為我們的鼻子都很容易過敏 早上都很容易打噴鐵 可是我們試用了大概 應該有一周了吧 就是我早上都不會打噴鐵 很神奇 因為我們這邊是新建案 所以很多住戶都還會在裝潢 所以都會很多糞塵 這一台我們都會24小時開著 而且我覺得 其實這一台放在旁邊 你完全會忘記它的存在 因為它太小聲了 超小聲的 它其實可以調有三個階段 這是一 然後這二 稍微很小一點點而已 然後三就聽得出來了 像是這樣子 有 重點是這一台超氣清 對 它很輕 而且我覺得它那個濾網 那個也很方便 這樣拆下來 就是一片這樣而已 一片 嗯 喔 這一台啊 它也可以隨時看到它的空氣品質 它又可以就是 過濾PM2.5啊 還會產生負離子 還有呢 就是消除異味 就如果你在放晒的話呢 也可以去淨化一下喔 因為它很輕嘛 直接拿到側網裡面 直接拿過去就好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們這台空氣經濟機 我覺得其實家裡 每一個家庭都還蠻需要的 因為畢竟現在空氣品質都不是很好 那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一台 燒烤微波爐 一樣就是白色的很美 真的真的很美 那我覺得每一個家庭 至少都要有一台像微波爐這樣的東西 因為真的很方便 它不只呢 可以微波食物 另外一點就是它還可以當作燒烤 而且它的操作真的非常簡單 像它這邊就是有微波火力啊 或是燒烤 比如說我們吃披薩好了 你就點一下呢 它就有100%的火力 或是你要80、60、40 20都可以 對 那像我們平常的話我們就100% 然後可以用個幾秒鐘 東西就熟了 就熱了 披薩可能大概30至40秒 就可以吃了 好快 對超方便 主要呢它這一台另外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預約 它有定時功能跟預約功能 就比如說可能你一個小時後就會回來 那你就可以先預設好時間 一回到家啊 就有熱熱的食物可以享受 然後這一台呢 它一樣有兒童鎖功能 像我們家的鼠外寶 防止它去開到 那其實我們搬高一點啊 它也開不到 等它可以開到的時候 應該已經盛練了 那還是以防萬一 它家裡有小孩去觸碰這樣子 很慢危險的 這個鐵架呢 就是你用燒烤功能在使用的 就這樣放著 喔 然後它上面的火力就是燒烤用的 那它燒烤的話是從上方加熱 微波的話是從內部加熱 那像我們選這個的話 有一半也是算是看它很有質感 外型 超美的 差不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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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